前列腺癌是男性生殖系统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由于早期几乎没有症状 大部分患者被发现时已经是晚期 所以前列腺癌的治疗并不乐观 哪些人是前列腺癌的高危人群 前列腺癌应该如何治疗 亚害冷冻技术在治疗当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在本期节目当中将为您一一揭晓 大家好 这里是央视网健康台的健康有约 我是主持人黄鹤 今天我们还是在天津市肿瘤医院 今天和大家要聊的话题是有关于前列腺癌的话题 说到这个癌症 很多网友朋友们应该觉得比较陌生 因为它在我国的发病率目前还是比较低的 但是由于人口的老龄化 以及我们现在饮食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前列腺癌在我国的发病率可以说是越来越高 但是对于大家针对这样一个病情并不是十分了解的情况 我们今天走进了天津市肿瘤医院 科技评审第三届专家评委 国际冷冻协会理事 中华医学会放射学会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 肿瘤微创治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 肿瘤介入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杂志 中华放射学杂志 中国肿瘤临床 介入放射学杂志 临床放射学杂志 等多家杂志编委 国主任您好 您好 主持人好 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就像我刚刚说的 前列腺癌大家都还比较陌生 那它目前在我国的这个发病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我想有两组数据来说话 第一组数据呢 想说明的是 前列腺癌原本是 离我们这个身边比较远 不是很近的一种疾病 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呢 肿瘤谱也在发生 变化 那么现在这个前列腺癌呢 是美国发达国家 男性最常见的一种肿瘤 那么2012年 美国公布的一组数据呢 前列腺癌仍然居高不下 占男性肿瘤发病率的第一位 也就是它高于肺癌 那么死亡病例呢 居男性肿瘤死亡率的第二位 那么看这个全球的一些情况来看呢 新发病率呢 占14% 居男性肿瘤发病率的第二位 死亡率呢 占6% 占这个全部肿瘤死亡率的第六位 那么从我们国家来看呢 这个就是从我们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还有老龄化等等一系列因素呢 现在目前看 我们国家的前列腺癌 呈直线上升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 那么就是在十年之间就比较的话 前列腺癌增加了4.8倍 它几种反应在上海 北京 天津 那么已经成为男性 泌尿生殖系统肿瘤的第一位 那么随着这种情况的 在继续发展呢 在国未来十年内 是令人担忧的问题 那您刚刚说到这个发病 大多数都是在北京天津这样的大城市 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癌症呢 还是集中在这种大城市 这个问题回答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前列腺癌的发病的影响因素 和保护因素 这个危险因素呢 我们下面再谈 那个保护因素呢 现在首先是一个是 人口的老龄化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饮食结构变化的问题 还有一个农村人口城市化 城市工业化 以及检测技术的进步 那么就造成了 我们国家前列腺癌的这个危险因素 保护因素 出一种失衡的状态 那么我们可以看这样一个情况 社会老龄化在我们有关的这些标准 是这样看的 说60岁以上的年龄 占整个人口的比例达到10%的时候 那么65岁以上达到7%的时候 这就意味着这个社会进入了一个老龄社 老龄化社会 那么我们国家是 目前是什么情况呢 是60岁以上占13.26% 那么65岁以上的占8.87% 同时值得需要我们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 是我们国家的人口基数非常值大 那么按照平均每年以1000万人口的速度低增 就是老龄的 超过60 65岁 以1000万的这个速度在低增的话 那么未来10年的话 我想这种疾病的危害 恐怕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说呢 这个再加上这个农村人口城市化 城市工业化 还有这个饮食结构的 膳食结构的变化 检测技术发展的进步 这就造成了这个 其内线保护因素 和幻病的因素失调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您刚刚说这个膳食结构发生了变化 应该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大家吃的越来越好了 为什么这个反而是增加了患者这个病症的因素呢 我想是这样 这个饮食结构有这样一个数据 天津市2006年的时候 有个统计局的有一组数据 也就是过去的我们碳水化合物能量的来源 在明显下降 而脂肪的能量的来源在明显的上升 这就是膳食结构的变化 同时 这些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年龄的问题 年龄是在前一线癌发病率当中最重要的 而且是公认是肯定的影响因素 比如说小于等于39岁 那么10万个人当中只能可能会有一个去发病 那么从40岁到59岁的时候 可能有100个人当中有一个病人 有患病的可能 那么从60岁到80岁之间 这个就是成为可能是八个里边可能找到一个 就是老年人是这个病症的高发人群 所以说根据我们国家的医学的临床统计学 我们来看 就是说超过65岁以上的患前列腺癌的患者 占整个前列腺癌的50%以上 超过80岁以上的80岁以上的人 占整个前列腺癌患病的患者当中的84.17% 那么因此年龄是肯定的一个因素 其次这个是家族史 所谓家族史是指什么呢 家族当中三个人或者三个人以上 或者是父系母系三代都有 那么或者是两个人以上55岁以前就已经开始出现患病了 这个就是也是认为是家族性的 这个也是肯定的危险因素 那么在其次是种族 那我们知道这个这个在欧美发达国家 这个我们这个比较 我们亚洲它是患病率还是相对比较低的 但是在这个欧美当中的美国黑人发病率高于同等教育 同等收入白人的30% 而且它五年的生存率是不一样的 那么可能的危险因素 就像刚才我说的一个是饮食的问题 还有一些激素的问题等等 这都是可能的影响因素 环境发生改变了 饮食结构也发生改变了 患者这个的几率也就更大了 那您刚刚说这个老年人是高发人群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老年人 他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各项机能退化了 身体抵抗力呢也就退化了 这是不是也是造成这个患者潜力线癌的一个原因呢 目前这一方面的问题的研究 恐怕还是需要进一步这个去深入去研究 但是总的来讲 从那个患病的年龄我们来看呢 它的危险程度大体有这样 分为低 中 高 极高纬 这样一个四种群体 比如说50到59岁的这一类叫低纬人群 那么到60到69岁属于中纬人群 70岁到79岁属于高纬人群 那么80岁到89岁属于极高纬人群 那么就是年龄 因此呢说年龄是影响潜力线癌的一个最重要的 影响因子 但同时我们也希望这个就是 引起这个 我们那个 我们百姓的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去年我们完成了466例的潜力线癌的治疗的总结过程中 发现小于等于59岁的潜力线癌患者占12.7% 那么 引起我们的关注 马上我们再复习文献 这个时候发现 全球的潜力线癌的患者发病的年龄在往前推移 对 也就是平均推了1到5岁 因此呢 潜力线癌的年轻化的问题 有可能是我们 也是我们国家需要认真 这个研究 和探讨 关注的问题 因为这毕竟是我们单中心的结果 那么到底是年轻化 是不是这个跟西方国家一样 我们还得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的 有关流行病学调查和研究 不过这可能是我们预测 可能是一个趋势 因为现在很多的恶性肿瘤这种癌症 都有逐渐年轻化的这样一个趋势 那可能潜力线癌呢 我们说离我们比较远 比较陌生 但是潜力线增生 潜力线炎 这类病症 我们可能听的就比较多了 那像这两种病症 和那个潜力线癌的发病 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首先是潜力线炎 潜力线炎可以分为细菌性和非细菌性 细菌性的话 可以包括葛兰石阴性 葛兰石阳性菌 也可以是其他的脂原体 病变的脂原体细菌引起的 那么它和潜力线增生 还不是一回事 而潜力线增生 它还是遵循着一个道理 还是遵循着一个规律 就是说50岁到60岁之间 换潜力线增生的概率 在50%左右 那么80岁 也就是说80%到90% 几乎涵盖了整个 这样的一个群体 那么潜力线增生和没有证据表明 潜力线增生和潜力线炎 它们之间有因果关系 或者是有相关性 没有这种证据表明 但是非典型的腺流氧增生 和分化比较好的肿瘤细胞 是很难进行鉴别的 因此这一类病人需要我们临床 一旦病理证实是个非典型增生 或者是属于癌前病变的这种可能性的话 需要密切观察 值得提出的是 潜力线增生 它跟潜力线癌一样 都随着年龄的增长 它发生率在逐渐增多 那么往往会引起这类病人 往往由于 我是不是得了潜力线增生症了 而这些病人 在做潜力线增生的治疗过程中 偶然发现有肿瘤 叫偶发癌 因此换了潜力线增生并不可怕 但是要警惕和潜力线增生 和潜力线癌在并存的这种可能性 需要我们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那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潜力线癌 它的检查方法这样有哪些呢 我们实验室经常看到 我们说这个有一个叫PSA 也叫潜力线特异抗原 这是目前在我们这个老龄人 或者是我们在体格检查当中 经常碰到了这样一个名词 实际上它叫潜力线特异抗原 而不是潜力线癌特异抗原 首先我们要清楚 第二呢 它是来源于潜力线上皮细胞 或者是尿到周围的线体产生的 那么它那个但是得了潜力线癌呢 敏感性很高 敏感性很高 那么它主要这个PSA主要用于什么呢 潜力线癌的筛查 比如说针对60岁以上的 中高位人群的这样一个群体 我们首先检查就是做体格检查 就是PSA最常用的一种检查方法 同时它也对这个肿瘤的分期 疗效的评价 以及治疗后预后的判定 等等在临床上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潜力线结构一旦损害以后 这个潜力线的这种疾病 患有潜力线疾病的特异抗原 就进入血清 释放到血液当中 我们就可以把它找到 因此呢 你比如说它潜力线 潜力线特异抗原呢 正常值是斯纳科美生学 所含有的这个血清 那么小于斯纳科的时候 那么有五十个人当中 有一个人可能会患有潜力线癌 当斯纳科到十纳科 这个之间呢 这个这个有四分之一 也就是四个人当中 有一个人有患潜力线癌的可能 那么大于十有二分之一 或者三分之二的患者 可能会患潜力线癌 但是这个这个 它只属于叫潜力线癌特异抗原 不叫潜力线 潜力线特异抗原 也就是患有潜力线疾病 你比如说炎症 潜力线炎 潜力线增生 或者是做个这个肛门直诊 做肛诊直诊检查的时候 或者是病理穿刺活检的时候 都会引起这个PSA增高 也就是说潜力线癌 这个数值增高 说明它的敏感性很强 但并不意味着 你PSA增高就肯定是潜力线癌 但是这里需要指出了 在早期的PSA 早期潜力线癌的诊断过程当中的 PSA需要我们联合其他方法 但是中晚期的时候 或者PSA这个是基本和临床 都是符合的 那就是数值非常高 对 对 因此我们需要这里面关注的就是说 尽管是潜力线癌 有最常用的检查方法 当中的一个是肛诊 PSA 影像学检查 病理穿刺活检等等这些方法 但是光靠PSA 就把这个诊断就定下来 还得需要这个联合其他方法 因为有25%左右的潜力线癌患者的PSA 在正常范围之内 因此呢 它这个潜力线特意抗原的敏感性高 特意性不强 所以说应该引起我们这个关注 也就是说换句话说 潜力线癌在这个PSA轻度增高的时候 我们要高度警惕 是否需要做其他联合 其他影像学检查 或者是动态观察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就是说如果想要确诊 是否得了潜力线癌 是需要综合的几项检查技术 综合在一起才能够确诊 包括影像技术 还有PSA这个特意抗原 还可能要做活检才能确诊下来 郭主任 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PSA的检查 这个整个检查过程复杂吗 是不是像我们一般体检的过程当中 都可以做这项检查呢 概括起来 简便一行 也就是从静脉血抽一点血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这个分析 血液检查 按照腮查的一般的常规检查技术 最常用的主要是PSA 当有疑传发现以后 然后进行什么呢 进行核四公正检查 然后这个影像学技术和这个影像和这个PSA 基本上可以明确诊断 最后到哪了 到直肠超声引导下来进行病理窜自活检 根据病理窜自活检的结果呢 来进行分析它这个病理的分析或者进行评分 它到底哪个是属于这个肿瘤是低恶性度还是中等恶性度还是高恶性度来进行分析 这样的话获得这样一个完整的信息资料以后 为制定治疗方案选择基础方法就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 咱们这个前列下来它有没有一些早期的症状 这正是这个前列下来跟其他肿瘤 我们大家共同需要这个关系的问题 早期没有症状 没有任何症状 也不是说我这么理解我不知道对不对 不是说我经常得这个前列腺炎 可能我患得前列腺癌的这个风险就高一点 目前还没有这种证据 它只不过刚才我提到是 前列腺增生有可能和前列腺癌它们是并存的 因为都是容易被一种假象被掩盖了另一种 在我们门诊现在的这种病例情况来看 如果发现了的话 一般都是到了中晚期吗 所以说这个目前我们在这个临床 如果病人一旦出现临床症状的时候 这个临床分期恐怕都是在我们医生认为的中晚期这样一个过程 你比如说这个肿瘤侵犯尿道或者侵犯到膀胱颈部的时候 会产生一些刺激症状 尿频 急性尿储瘤 甚至有血尿 如果侵犯到神经血管的时候 会出现这个 射精是血精 经验量可能会减少 甚至是阳危 那么出现股转移的话 会出现和老年人的退行性病人又很难区别 今天腰疼 腿疼 就以为是老年病 实际上它是一种股转移的表现 那么侵犯到脊柱的时候 因为前列腺癌特别容易发生股转移 尤其到侵犯脊柱的话 会造成患者的结胆 那么盆腔转移的话 压迫静脉可以引起深部静脉的血栓 老年患者再加上肿瘤的分期靠后 再加上年龄 这深部静脉血栓 栓塞症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而且可能是个首发症状 当肿瘤侵犯到输尿管 或者是膀胱 这个树瘤网开口的时候 这个时候 泌尿系统 尿 近膀胱这条路就被打住了 那么会引起肾瘀积水 尿少 但是同时了 侵犯到直肠了 已经和直肠的关系 或者是很近了 肿瘤很大了 那么会甚至会引起排便困难 等等 因此这些临床特点 一旦出现的话 提示 患者已经进入一个中晚期 这样一个状况 其实刚才郭主任 您说的这些吧 虽然里面还有很多的专业术语 但是我仍然非常害怕 我害怕的呢 可能不是说 您说那个到最后 有这些特点 有多么的严重 我是觉得 咱们做不到这个癌症的早发现 做不到早发现 就做不到早治疗 可能效果呢 就会变差很多 这是让我非常害怕的一个原因 那咱们对于前列腺癌的治疗方法上 现在主要都有哪些呢 我想是这样 看看我们国家这个前列腺癌的临床特点 是一个什么情况 这个我们国家的前列腺癌 跟其他肿瘤有相似的地方 综晚期患者 这些肿瘤占80%甚至是80%以上 第二特点呢 是高龄患者 和伴随病变比较多 年龄越大 老年性疾病越多 高血压心脏病等等 糖尿病等等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就是说 通过药物内分泌治疗 最后转为失败 这样的患者多 那么也就是说 同时反过来说 外科根质性手术切除的机会少 我们不否认患者的群体 在集中在我们国家水平很高的医院 比如说北京 上海 天津 这样一个大的医院 但全国我们总的看来 就像我刚才说 三多亿少 综晚期患者多 高龄患者伴随病变多 药物内分泌治疗失败者多 外科根质性手术切除机会少 那么我们再和美国 这样一个发达国家一比较 他们由于早诊 由于引进了筛查机制 早诊和早治 那么它的十年的总体生存率 在也就是疾病的特异生存率 不是因为这个疾病死亡的 十年它可以达到95%到96% 反过来说 我们国家五年的生存率只有36% 相差悬殊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百分之大多数患者都进入了综晚期 这样一个阶段 因此 涉及到健康经济 医疗经济的方面的话 我们说还是提倡 早诊 早治 以预防为主 对 您刚刚说到 其实就是到了晚期 即使花了再多的钱 它还面临着一种不能治愈的风险 关键是在这 而且面临着重量 一个是生命的问题 同时还有一个生命质量的问题 所以还是要做到早诊早治 然后那您刚刚说到了预防 那这个钱人现在要怎么预防呢 现在目前我想这个是 一个是 当然是我们说流水不浮 互趋不堵 我们加强我们日常的 这个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抛弃这种 比如说类似于垃圾食品 恢复我们传统的食品 以这个碳水化合物 这种能量来源为主 同时这个适当的体育锻炼 加上我们 能够进行每年必要的 去主动的去接受这些检查 我想会大幅度的减少 这种这个综合期患者出现的概率 那咱们还是回归到针对治疗方面的这个问题 好 这个 说起这个问题 我想第一个就是 有一个我们社会发展 尤其是医学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就是微创治疗 比如说 达芬基机器人 大家耳熟能详 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高级的 抚腔镜系统 而本质上就是微创 微创是什么 以最小的代价 能达到一个最佳的治疗效果 负反应最低 负损伤最小 我想这个就是微创的本质 那么再比如说 这个 放射粒子 当然是有关前列腺癌这方面的 放射粒子内照射 低温冷冻治疗 这都是属于这个医学科学和高新技术 这个发展过程当中的交叉 渗透 融合 因此在不断丰富的这个 抗腺腺癌这个治疗的内容 其中我们今天谈的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一个低温冷冻的这样一个治疗技术 这个技术它也属于微创 属于微创范畴 我想第一个 它是在这个60年代 就有人开始探索这项工作了 当时用那个液氮的技术 但是这个微创呢 确实让人 现在回过头来看 微创还不属于微创 它开刀 只不过是不切 不切的方法 然后把它肿瘤处理掉 但是同时看了损伤就非常大 但是毕竟开创了这种 当今我们这个微创治疗这个先驱 那么随着影像技术的进步 冷媒治疗技术的发展的进步 那么就是现在这个低温冷冻 通过这个就是一个1.7毫米 或者1毫米左右的细针 我们用那个直肠超声的探头的导引下 通过灰音部穿刺 然后监视监测 把这个探子针送到肿瘤组织 然后可以达到零下 负140度和50度之间 这个感染犯 这样的话使肿瘤 凝固坏死 那么经过这个 从90年代初开始 一直到2008年 通过十几年的临床实践以后 最后确立了这个冷冻的治疗技术 在前内线这个综合治疗当中的地位和左右 并得了肯定 实际上也就是从过去 从实验性治疗过渡到 当今可以跟外科手术并驾齐驱 可供患者选择的 这么一种新的治疗技术方法 那运用到我们国家来说 这项技术在国外经过了 那么长时间的临床试验探讨 可以说是一项成熟的技术 被我们引进了 那目前在临床上 它治疗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就是这个 不光是我们这个百姓所关心的问题 也是我们临床医生所关注的问题 它的优势和特点 可以概括颅下 这个几个方面 第一 效果 它可以与外科根质性手术效果相媲美 但与外科手术比较 它还有颅下特别 第一 微创 什么微创 创伤小 术后24小时 病人就可以跟正常人员进行起屈活动 指挥创 二 安全 安全 就是并发症少 负反应 轻 微 也就是说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 是在临床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内的 第三 可重复 也就是说 外科 手术后 出现了局部复发 放疗后 出现局部复发 也包括放射粒子.125植入后 这种复发 压害冷冻都可以提供有效的补救性治疗 第四 应用范围广 那么早期患者 它可以提供 为患者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那么综晚期综合治疗呢 我们在下面说 它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么 我们患者可能要关心 那说这个适应症的选择 也就是说 是患者对患者是选择的时候 会 应该值得关注哪些问题 就是 哪些患者适合 哪些人的体质适合做这项冷冻技术 哪些人的体质又不适合呢 我想回答两方面问题 第一 早期的 对早期肿瘤 第二个大问题是综晚期的 那么对于早期的患者 那么对患者而言 高龄 伴随病变多 比如说 这个支架 关系病的支架刚放完 或者是现在是不稳定的 一个心脚痛等等 它不能耐受外科手术 体弱多病 就是 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 都觉得这个 这个耐受情况会 可能会很差 就是叫人担心的问题很多 第二种 对医生 外科医生而言 这个 适合外科手术 就是说 外科医生认为手术风险大 不适合 这个风险太大 对于患者而言 那就是说 我具备了外科根植性手术的条件 但我本人 我希望选择微创治疗 这个 当然了 这个是 还有就是外科手术 放疗后 这个局部复发的患者 这都是属于这个 选择 亚害冷冻 治疗的适应症 也比较适合于 这个患者选择 那么最后一个大问题呢 就是说 中晚期 前来下来的局部治疗 那首先不是一个单纯的 我一个局部治疗的问题 还要联合内温蜜 联合化疗 这是我们下一个要谈的一些问题 郭忠仁 我打断您一下 之前我们谈到了说 患得前列腺癌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那么老年人呢 肯定会伴有一些慢性疾病 高血压 然后糖尿病 心脏病 等等这样的病症 那具有这样病症的老年人 适不适合做低温冷冻技术 我觉得 刚才说他的微创 就是他的特点 就在于 他的适应症药皮外科宽泛的多 这一类病人 如果外科不适合 对这个选择低温冷冻治疗 我觉得这就能适合 而且我们接受在早期 开展工作早期接受的患者 大多数是这样的患者 外科手术 这个风险太大 或者是患者希望 寻找这种微创 治疗技术 这样的情况 可能微创 就是还能够在术后 提高我们患者的生活质量 我觉得因为什么呢 围守术期短 术后第二天 病人就可以正常生活 我想这就是优势 但是目前来讲 在传统 在我们国家 目前现状 跟西方还不一样 它仍然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 外科根治手术是首选的 我们也尊重患者这种意见 也尊重我们国家这种传统的 这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 但只不过 我们有了这种新的治疗技术 而且是比较成熟的技术 为这些患者 不适合外科手术 或者是希望 微创手术患者 提供了一个便利 提供了一种选择 那像低温冷冻技术 可能大家又觉得 这是一项新技术 那做完这项技术之后 介入这方面的技术治疗之后 它是否会有一些副作用吗 有的 它那个副作用和并发症 在开始这项技术 刚在进行探索的出去 发生率是很高的 具体有说 比如说 碰尿不好 尿失禁 直肠漏 尿道狭窄 神经血管素损伤以后 对性功能的影响 这开始都是很高的 高到什么程度 甚至比外科根治性手术 那个并发症还要高 但是经过十年的探索以后 这个并发症开始逐渐的下降 就下降的结果是明显低于外科手术 所出现的并发症 郭正人刚刚听您这么一介绍吧 我真的觉得这项技术 对于患者来讲 服医是特别大的 效果是特别好的 首先它就是微创 其二就是在早期的时候 医生可能觉得 这个肿瘤流着 不影响你的身体健康 不影响你的正常生活 但是患者觉得 就像你说定时炸弹 不切除它 我不放心 这个时候有这项技术 解决这样患者的一个隐患 我觉得非常好 中晚期的 到尴尬的境地了 外科手术治不了 内科也解决不了 咱们的这个技术又出现了 所以通过您今天整个这个介绍 我觉得对于前列腺癌 我们国家的医疗水平 不断地发展 这项技术逐渐地进步 前列腺癌的患者的希望 越来越大 今天也非常感谢 郭主任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 通过您的介绍 我相信我们的网友们 对于前列腺癌的防治 有了更深层面的一个了解 大家不再惧怕 这个癌症的侵袭 我相信大家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然后到了医院呢 有这么好的技术 有这么好的医生 为大家进行及时的治疗 每一位患者的生活 都是美好的 好的 这一期的健康有约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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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